好,我们的直播继续,我们要关注的是舌尖上的安全 春末夏初,和鲜鱼生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 所谓的鱼生就是将新鲜打捞上来的淡水鱼直接的切片生吃 时刻在大块朵鱼的同时,这吃进嘴里的除了美食还有什么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吧 在我国北方和南方多地,鱼生已经不见成为一种饮食文化 吃生鱼,农历五月为家 精选淡水鱼,橱林,踢骨,切片,浮椅生抽,麻油和芥辣等蘸料 冰鲜装盘,不仅能享受新鲜肉食最本人的滋味 时刻也通过爽滑的咬劲固足了嘴里 六、七月啊,四、五月啊,这样都是吃鱼生的好季节 因为基本上每桌都是要点鱼生的 这个是发生期没事的 还有那个配料,还有这个杀菌其他的都可以 没事的 有人说,请那个鱼生的感冒到他吃了一点 其他就可以消除了 那个感冒的时候,他就可以消除了 而在广东,广西和黑龙江等地 吃鱼生更加普遍 甚至已经成为了必不可审的待可吃到 做客这个就要这道菜来 最高级的这些代表鱼生 鱼生呢,这些来到恒县不吃鱼生的话就好像来到恒县一样 鱼生好吃,但吃进去的可不仅仅是美味 广西横县的林先生吃了二十多年鱼生 如今他追悔默契 这是从林先生患病的肝脏上手术切除的部分 通过肉眼我们就可以看到 上百条,如同瓜子人状的虫子 这种寄生虫叫做肝西虫 俗称鱼生虫 它就是通过生吃淡水鱼进入到人体肝脏的 每年都有几十例肝癌的手术 其中有三十到四十例是肝西虫允许的 这些病人手术中都看到 不多又或早的肝西虫 最多的有三万条以上 专家介绍目前我国超过一千二百万人感染肝西虫 其中大多数分布在东南和东北的几个省份 这些地区的群众喜欢吃生鱼片 淡水鱼很容易感染肝西虫的幼虫 我们称之为囊幼 当人们吃尽含有囊幼的鱼生 囊幼便进入人体 并在肝脏胆管内发育成为我们刚才所见到的瓜子人状的成虫 那么我们应该说是全球应该肝西虫病最严重的地区之业 因为全球的肝西虫病人的话 一据报道有三千五百万 我们中国就有一千两百万 同时我们肝西虫病的话 现在近几年是上升趋势 由于肝西虫感染早期并无明显不治症状 基本上不可能制造感染 肝西虫寄生在人体肝脏的胆管内大量繁殖 引起胆汁堵塞 胆管发炎 肝纤维化 肝硬化 还有资料显示 肝西虫感染与胆管癌 肝癌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 这属于典型的病从口入 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它的风险